剛剛提到有關那個就是下拉清單 第一個我剛剛是先把這個Build list 複製一個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是透過這個來改的 所以呢我再重做一遍好了 這邊記得這個按Ctrl鍵 Ctrl按住然後再拖拉 放開的話呢 放開實際上那就會產生 我把這邊先刪除 A2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按Delete 再來的話呢我要做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話第一個當然我要先 有一個下拉清單的名稱 或者你也可以選也可以啦 然後呢你要做那個定義名稱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你可以選你要產生清單的範圍 記得你如果選一個將來只有一個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話就是游標放在這個 Build list 2裡面的A2裡面 然後Ctrl-Shift向下 意思是說全部啦 那如果不要這麼多的話 你就選你要的範圍就OK了 然後呢再到資料裡面的這個 所謂的什麼呢 資料驗證可能要找一下 那這個我發現很重要 但是很常有同學是不太甚至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然後呢資料驗證部分的話 點一下 然後呢你就把它原來是任意詞 改成什麼的清單 然後它來源的話 也就是說它下拉清單裡面呢 要帶什麼樣的資料進來 那我按F3 當然你可以用選的啦 不過我建議呢 如果假如是跨工作表 盡量還是用定義名稱會來的比較好 那有兩個選擇啦 我們剛剛有建一個Bill 或者你用這個Booking ID也可以 因為Booking ID實際上就是指的是 前面的ID全部的東西啦 這個當然 不然我們用這個好了 Booking ID 就不用另外再建了 OK按確定 好 那你下拉的時候呢 這個所有的Booking ID通通會出現 好 但是它其實 之前有同學問過啦 那如果這麼多 有時候太多 你要查詢的話 能不能像那 有些網頁上面 你打一個關鍵 它自動秀哪一個 理論上是不行啦 因為它這個資料驗證 有固定的功能 大概就這樣 除非說 你要另外自己寫啦 不然的話 另外寫程式啦 可能要用別的語言的 那環境又不一樣了 好 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比如說我選 那我希望呢 選了一個之後的話 自動幫我把其他資料帶出來 那怎麼自動帶出來 那怎麼自動帶出來 當然呢 你可以拿前面BioList B2一直到F2的公式 Ctrl-C 然後呢 先貼過來一下 Ctrl-V 貼到B2的位置 它一樣幫你查出來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點它一下 選另外一個 它會跟著變動 為什麼會跟著變動呢 因為呢 它的查詢條件 基本上呢 就是從這個A2 指的是這個 OK 所以呢 如果前面變動的話 那理論上 後面也會跟著變動 OK 那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把這五個 儲存格選取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下面會出現什麼 叫做僅NA 為什麼僅NA呢 因為 裡面 它的 查詢條件 基本上是A3 那A3裡面是空的 所以 如果是它空的 那它就變成僅NA 除非說呢 你要在這邊怎麼樣 給它一個ID 它就不會僅NA 那如果一樣 如果假設你再向下拉 那才還是僅 所以呢 如果假設 我們希望 我如果希望 如果這邊下拉清單 它就自動產生 那如果前面是空的 這裡面呢 就不要產生資料的話 那這樣不就是比較完美的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這邊一樣 向下填滿 沒有資料的 前面這個如果是空的 那這邊就錯誤了 那其實這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上有個比較簡單的解法 就是說呢 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 這個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我跟這樣 如果前面的這個儲存格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那如果前面不是空的 那我再把資料查出來 那這樣不就可以 達到我要的這個效果 可是這個公式該如何下 我們把前面這個 這幾個先刪掉好了 我們留下最前面就好了 那底下的話 把改完的結果向下填滿 那我們可以在原來的公式裡面呢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 如果 把這個剪下好了 插入一個如果 if 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如果前面這個儲存格 假如是空的 等於空的 那我也會是空的 那反之的話 反之就不是空的 那我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ok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達到我要的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 基本上大概就補了什麼 補了前面這個東西 那到底補哪些呢 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就是補這個一負 然後A2這個 加豆點 後面加一個後刮斧 ok 所以呢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確定 那你如果向下填滿 我們只有這一欄 那你會發現 這邊都ok 為什麼 因為前面有嘛 這邊如果沒有 那他也沒有 所以其實符合 但是如果你把它向右 這個公式 這邊的話 因為沒做了 向下填滿 他這邊還是出錯 所以一樣的道理 我們只要把剛剛這個公式 的敘述呢 帶到這個後面的四個欄位 這樣子就完成 可以自動帶出資料的這個需求 所以接下來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前面的這個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只有增加幾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如果A2等於空的 為True的時候呢 那就空的 豆點 那後面加一個後刮斧 所以如果你要改後面四個儲存格 比較快的方法 乾脆怎麼樣 那直接把等號後面的F 到豆點 Ctrl C 取笑一下 然後呢分別貼到哪裡 貼到剛剛的這個公式 的等號後面 就再補一個後刮斧 這樣似乎會比較快 不然你就重做也OK 打個勾 那這個向下填滿看看 符合需求 這邊再貼一下 然後後刮斧一下 打個勾 OK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貼上後刮斧一下 打個勾 OK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以後 你要自動帶出資料的話 這個應該是最簡便的方法 那再來的話 就是直接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 就是說 你向下填滿 假如說你填到這邊好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應該OK 這個也OK 這個也OK 但是這沒填的話 像這個沒填 它就沒東西了 所以呢 它有個缺點就是變成說 你一定要一直往下填滿 但是一直往下填滿 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背後的話 第一個 它變成要不斷產生一堆的公式 那一堆的公式又象徵什麼 將來呢 如果你把它存檔的話 你會發現 哇檔案變很大 這個是第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會不斷不斷 因為變成說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可能它填到最下面去 那最下面的話 相對的 它的資料也會相對的存在你的Excel 這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說 這個公式 假如說明眼人 你會幫你點一下 它會看到 像這個沒有填 假設這個 這個變成 那乾脆這樣好了 這個要像 這個如果要一起填的話 就是 一起選這個 然後一起填滿 這樣比較快 比如填到這裡 那這樣子OK 那有填資料的部分的話 它下拉就會OK 但是我剛剛講 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是什麼 它會不斷膨脹 因為裡面你有填公式 所以你將來存檔的話 你會發現 哇這個檔案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第二個的話 這個上面的公式 會被看到 所以假如說 當然第二個 比較好解決 如果說你將來希望 怎麼樣 這個範圍裡面的公式 不要讓人家看到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這個裡面有公式的部分 先按右鍵 把它儲存個格式裡面 找到保護 先把它鎖定 不過鎖定的話 記得如果你只要鎖這個範圍的話 那因為預設 它這個工作表 會全部鎖定 所以先把這個範圍 全部先保護先取消 全部喔 這個按全部 先把鎖定取消 然後再針對這個範圍 就是你要保護公式部分的話 你Ctrl Shift向右向下 再做什麼呢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記得喔 一樣切到原來數值的保護部分喔 記得喔 找到隱藏 那什麼叫隱藏喔 其實就隱藏公式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喔 如果我把隱藏打勾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個範圍的公式喔 不過還要再做最後一件事 就是這邊有個保護工作表 那你必須怎麼樣 直接按確定之後 那密碼我先不加好了 直接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裡面的密碼喔 這裡面的那個公式喔 就會看不到了 因為主要原因是什麼 我剛剛把那個保護工作表裡面喔 隱藏部分喔 記得這個範圍 記得先全部選起來 把那個鎖定先不要鎖定 然後呢 再把這個範圍的公式喔 把它選起來之後的話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按右鍵喔 這邊記得把它這個隱藏 不過那當然因為目前是 所謂的保護狀態 除非你把它取消保護 它又恢復了 然後呢記得按右鍵 這邊記得把隱藏打勾 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再到保護工作表 按確定 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喔 那就看不到公式了 這個 至少可以保護我們公式 不會看到 但是問題喔 剛剛講的第一個問題 還是沒辦法 除非說呢 你假如不希望說 這個檔案不斷膨脹的話 那可能你變成 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你就變成用VBA來做了 那VBA怎麼做 VBA的話比較彈性 它實際上就是說呢 去判斷什麼 判斷A欄喔 如果有變動資料的話 才去做後面的動作 所以它實際上喔 它不是預先先把公式放在儲存 而是說 它是判斷 這個資料 這個A欄有做 輸入動作 它才去做對應的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就不做 OK 所以相對的話 當然會比較節省空間 只是說麻煩一點 你必須要寫VBA的程式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把剛剛這個部分下拉清單 先試著做做看 這有了齁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剛剛 我先把 然後先 把原來公式 這邊的公式 先改做C 然後貼過來之後的話 改 前面 多增加一個if 如果 這個A2是空的 那它也是空的 那其他都做一樣的事情 再把它向下填滿 其實你只要做 這個做好 B到F做完之後 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然後呢 如果你要隱藏公式的話 記得儲存格式裡面 這邊有一個隱藏打勾 然後呢 再到保護工作表 把它設定好 那這樣就保護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假如 我們不希望說 每一次呢 都在這個背後 預先都放一堆公式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節省一下空間 不要每次都要做這麼多事情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好嗎